Here we go 纽约曼哈顿的57号码头迎来一座绿色屋顶公园 充满个性的现代大都会纽约 似乎从来都不缺少新鲜事物 想象一下遍布纽约市的钢筋混凝土丛林中 突然出现一座绿色屋顶公园 是多么令人兴奋 4月18日下午 纽约州长凯西·霍楚尔和市长埃里克亚当斯 共同出席了屋顶公园的奸裁仪式 屋顶公园位于哈德逊河57号码头 这座历史悠久的码头近期经过修缮 现已成为一家美式广场的所在地 公园占地面积8万平方英尺 是麦哈顿最大的屋顶公园 对我来说 我感觉把以前准备要废弃的码头就址 重新利用起来是很棒的选择 我觉得这座屋顶公园和其他公园的最大不同之处 应该是它离河岸的距离保持的恰到好处 在这里休闲的同时 还可以观赏到哈德逊河的美景 园内有大片绿地和休憩空间 一眼望去的盈盈绿色点缀在拥挤的建筑之间 让繁忙的纽约人拥有了一处可以放松心情的城市公园 站在屋顶公园便可以眺望到不远处的漂浮小岛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公园 因为我住在反方向的布朗克斯 所以今天我特地带着狗狗开车过来的 原本打算带它到漂浮小岛去看看 但可惜那里不允许带宠物进去 所以临时决定来这个屋顶公园了 公园真的很棒 让我能放松身心并且这边的氛围也特别有趣 比起其他地方这里的风景更美些 不仅能把整个城市的天际线尽收烟底 还能静静地躺在草坪上享受宁静的氛围 我觉得很棒 从今年开始 公园还将作为翠贝卡电影节的户外放映地点 据官方公布 公园的其他设施计划将于秋季陆续向公众推出 漫步屋顶公园 河滨美景和曼哈顿天际线一览无余 这里不只是屋顶公园 也被称为水上公园 据悉 今年秋天 码头还将迎来一个占地16000平方英尺的美式广场 这作用了真正12年才与纽约人见面的屋顶公园 全年免费开放 每天营业时间为早上7点至晚上10点 快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打卡纽约的空中绿洲吧 欢迎点赞并订阅预见纽约YouTube频道 了解纽约新闻资讯 文娱信息 打卡圣地 以及城市人物纪录片 请不吝点赞并订阅